回家了 弄点饭吃 弄什么饭吃呢 煮点饺子 年前啊 我姐姐从国内来看我 她知道我爱吃饺子嘛 所以她在临煮之前呢 就给我煮了很多饺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每个袋子里 这是包子 这是别人做的包子 每个袋子里都是饺子 看到吗 然后这得写的字 这白菜的 韭菜的 这个好像是芹菜的 这个好像是萝卜的 一共四种相 然后呢 满满的一袋 她就跟我说 她说你还是想吃饺子了 你就从冰箱里头拿出来 一煮就行了 中国人不都是讲究过年吃点饺子吗 但今天不是初五吗 我们中国人讲究破五 尤其是北方人啊 讲究还是要吃饺子 所以我今天回家了哈 还是煮点饺子吃 就煮我姐姐 给我 包的这些饺子 饺子虽然是冻的啊 但是只要把水量放足 其实没有太大问题 煮起来的话也挺好吃的 水开了 准备下饺子 我一般就是 每种馅呢 都拿两个 这样呢 一个盘子里头呢 不同的馅都能尝 不同口味的馅吧 都能尝尝 五个 芹菜的 芹菜我比他爱吃 六个吧 好了 套着我的手了 先把冰箱关上 这个我赶紧拿 铲子 呼啰一下 水精管挺多的 但是它还是有可能沾底的 呼啰呼啰 转转 我爸我妈教的 让它转起来 转起来 这个时候要让这个水 迅速的开起来 把这个饺子飘起来 然后就加这个凉水 盖锅 一般来说呢 就加三次凉水 盖锅 饺子完全膨胀开了 就熟了 这都是我爸爸妈妈小的时候 叫我煮饺子的方法和标准 不能说技巧 是标准 转转 又要沉底 大家可以看这饺子要飘起来了 飘起来说明什么 飘起来就说明饺子里面的空气 它到100度了 然后它逐渐膨胀 膨胀完了 这饺子体积就变大了 变大它比重就小于水 它就飘起来了 如果从物理学的饺子来讲解释 就是这个原理 那只要到了100度 只要持续一定的时间 这饺子就熟了 当然我父母并不懂物理学的 但是他们知道这个现象 它通过这个现象归纳住规律 可以把饺子煮得很好吃 我是可以通过这个科学的解释现象 使得这个现象 它后面还能呈现出一些 科学上的这种道理 这就是受教育 给我带来的收益 看饺子慢慢都飘起来了 这就说明它 它芯的那部分 慢慢慢慢都到100度了 它为什么不同的饺子 它飘起来的时间不一样呢 是因为它的馅不一样 你比如说那韭菜吧 它的那个馅呢 因为是素馅 它就更容易啊 被 就被容易被煮熟 所以它最帅鲜飘起来的 其他的那些呢 可能饺子馅里头有肉 所以它飘起来的时候呢 稍微慢一点 但是现在你看都飘起来了 我要加一点冷水 然后呢 盖盖 所谓的加冷水盖盖啊 我妈妈小的时候就跟我说 她说 开锅煮馅 盖锅煮皮 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们一开始把这个饺子啊 放到废水里头去煮 然后这个锅呢 一直是开着的 这个时候煮的是什么呢 煮的是这个饺子馅 让这个饺子馅能熟 然后呢 我们点水 点水之后把这个锅盖起来 这个时候煮的是什么呢 煮的是饺子皮 这个饺子皮和饺子馅都煮熟了 这饺子不就熟了吗 所以啊 他说不同的 这个煮的方式啊 其实对饺子煮的过程中间 影响也蛮大的 这个呢 我就没有什么物理学方面的解释了 我也只是从经验上 遵循我父母的方法 就是这么处理 至于为什么说 开锅煮馅 盖锅煮皮 我也没想明白 因为 我理解 不都差不多吗 是吧 只不过盖锅的时候呢 就是温度可能更高一点 那为什么说这个温度更高一点 就煮的是皮不是馅呢 这个道理 我也没太想明白 煮肥了一次了 我们再来 加一点冷水 第二波冷水 然后 再盖锅 煮饺子呢 其实 最大的 这个要求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饺子煮的过程中不要煮破 如果煮破了的话 那饺子馅飞到水里头了 那饺子就没味道了嘛 所以饺子不能煮破 这第一 第二就是饺子皮不能煮 如果饺子皮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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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饺子煮 这饺子本身也不好吃 所以这是煮饺子过程中间的两个技术要求 就是一方面饺子不能破 另外一方面的饺子皮还不能煮的太 弄 还有点嚼劲 有点筋道 这是煮饺子过程中间的一个要求 煮到好的饺子一定符合这两个标准 沸腾了 这是第二次点水 再点一次 最后再开啊 饺子就熟了 就可以烙起来吃了 最后一次 大家看我这个煮饺子的技术总结 是不是理论性还比较强啊 毕竟北方人嘛 是吧 无论是吃饺子还是煮饺子 都是蛮专业的 当然为什么初五吃饺子 这个我不太明白 叫破五啊 但我的印象中 我们东北人好像是 从初一到初五 每天都吃饺子 有很多南方人笑话 觉得我们这个饮食太单一 就一过节的时候就只会吃饺子 但是对东北人来说 好像饺子就是最好吃的东西吧 每天换不同的馅 就从初一到初五 也就过去了 小的时候啊 这个大清早起来就要吃饺子 那几天 哎呀 那饺子真的是吃的有点腻啊 好了 我觉得是好了 关火了 我这家里头没有这个煮饺子的设备啊 没有那照料 所以呢 我把这个 我的这个帘子呢 放在里面了 这样的话 我把它一拉起来啊 看 可以看一下 自动的这饺子呢 就脱水了 嗯 然后 我再把它倒在这个盘子里 就齐活 哎 方法总是比困难多 在生活中 好了 我来把它倒出来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挺漂亮的一盘饺子 好嘞 我把饺子 我把这个盘子放到这儿 等一会儿再洗 我这初五破五的饺子就做好了 好 我拿个筷子 准备吃了 看 我这个醋已经准备好了 我在华人超市买的镇姜香醋 吃饺子不蘸醋 那这是斜角 蘸白醋 也是斜角 就必须蘸香醋 好了 我来尝尝我的饺子 对 大家可以看 这对面 这就是我在医院开的药啊 这未来五天吃的药 嗯 好了 我来尝一口 我姐姐给我 包的饺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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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芹菜馅 过年了 嗯 吃饺子过年了 好了 我吃饺子 就不给大家看了 总之啊 给大家半个晚年 祝大家这个年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 和和美美 嗯 嗯 嗯 我吃饺子 好了 拜拜 拜拜 我吃饺子 好 我吃饺子 好了 这个就好了 关火了 关火了 捞起来 我这家里头没有这个煮饺子的设备 没有那罩粮 所以呢 我把这个 我的这个帘子呢 放在底面 这样的话 我把它一拉起来 看 可以看一下 自动的这饺子呢 就脱水了 然后 我把这边的搅拌